歡迎各位觀眾 歡迎繼續收看我們台市第一點 台議新聞 我是貴儀長 新聞剛開始 乖近帶大家關心第一點 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長官問題 會知道政策要來做這政黨 曾共共共同 總統創文 辛苦別人 都貪污吃錢 對這件事 總統會知道 參加多年的時候 也有最新的回應 我們做回來聽總統創文 最新的講話 我倒是在這裡要說 如果有人說 柯文哲市長身邊人都貪污 沒有拿出證據的話 我相信他也會非常不高興 我們政治人物 其實在做各種發言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要負責任要有證據 另外一方面 今天 柯文哲市長的主黨 會有一些活動 我們在執政者的立場 也就是說 如果這所有的主黨 都符合法律的規定 我們也會按照法律 核准他的主黨 也希望他今天的活動 也先成功 郭文哲先生 會聽到道歉嗎 郭文哲先生 她有道歉嗎 郭文哲先生 她有道歉嗎 郭文哲先生 她沒有道歉 這算不算道歉 郭文哲先生 她沒有道歉 但是暴火 持續 好吧 但她持續的暴火是什麼 他說趙芯慶富跟妳是1萬條張 再報 趙芯慶富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應該要釐清這個事實 這次發生在上一個政府執政時期 那11M 的事情 也是一樣 歷經了幾個政府的事情 當然 作為一個現在的執政者 當事情爆發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來處理 我也都表示過 我們都會以最嚴正的態度來面對 也希望我們執法單位都能夠徹查到底 我還沒講完 我也希望我們態度是嚴正的 我們態度也希望我們能夠把這些案子能夠徹查到底 但是我也必須要講 我們是法治國家 那我們必須依照法律跟證據來進行調查跟做成結論 那作為一個執政者不能以情緒來處理問題 下一題 跟黃樂委是想道歉 她不見得到 你要不要回去問她 黃樂委是想道歉 有独替身邊的人 身邊的每一個人覺得委屈嗎 我因為在開會當中 不過我身邊的人都已經有很多的不滿跟委屈 那有些幕僚都自己都站出來了 那我也覺得是說 這種沒有證據的指控 對我們身邊的人確實是不公平的 這間科區是不公平的 因為有些民調形式說好像會達到某一座 你都覺得會對你有影響 還有昨天好像有送花 有網友說是一定的抱怨 送花是應該要送的 那我剛才也講 我們也祝她今天一切順利 那至於民調 我想每一天不同的時候 總是有對不同的議題做的民調 我們也都參考 不過我們對我們的選情是有信心 還有其他問題嗎 總統還有可能猜案可以 謝謝 我跟妳講 我們民進黨的團結是無庸置疑的 我們一定會在適當的時候 有一個最佳的阻隔的出現 對啦 但是一旦明顯的政治人物 其實講話還是要負責任 要有實質的證據 不能太隨性 畢竟是公眾人物 我相信柯P也有很多人 都想聽聽柯P的意見 也希望柯P在發言的時候 能夠特別的謹慎 那